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过了很好的游戏体验 但同时这个节目 也成为了我们很好的人生体验 朋友不多 这边好暖和 我喜欢 太棒了 这边好看吗 今天这游戏玩起来感觉怎么样 好玩 有那味儿了 之前的时候虽然大家经常一个月能见一次 真的吗 各种节目 各种节目 但是我很久跟大家没见面了 而且我们 但是我们每天坐在电视上看到你 对 那是我的荣幸 也谢谢各位观看我们芒果TV的节目 在我的电脑屏幕上看到他 不过把他当电脑屏保再用 别 是包括我的手机屏保 别别别人家白板今天晚上已经是 是一个题目了 哎呀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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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剧这么齐的时候是 啊 啊 啊 上一次啊哈哈哈哈 下一次 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哦我知道我知道是是那个 玩那个明真 侦探的法则 因为明侦探学院的学员们上场吧 因为之前的时候 他不在 对只有那次我在 原来就是测不起我们九个声音的 火老师啊哈哈 主要是火老师难请 火老师太难请了 对 他们几个人做挺齐的 对主要就是测不起我 对 哈哈哈哈哈哈 本来那个什么上第五季的时候 我也有一次机会 可以来和大家一起玩游戏的 但是 但是当时啊 节目组跟我联系过后呢 发现其实那会儿有别的事情来不了 于是就那次没过来和大家一起玩游戏 确实很可惜 很遗憾 对对听 因为火老师一直希望着跟着我们静孙寻宝 对当时我看了两季寻宝 我说这个游戏模式真的好有意思啊 我好想去玩一次 后来当时就说约我过来玩 结果后来没有机会真的特别可惜 不过没有关系 那这次你来以为我们还是 这次发现有更新的模式 也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啊 啊哎是什么模式啊 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说要聊今天的名字 哈哈哈哈 这次露营这次有更新的模式 确实是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啊 都是大家经常玩的游戏 虽然说看起来很眼熟 但是大家玩起来玩法呢 发现更熟悉 多具新衣 别出新才 哎匠心独具 哎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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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有什么想玩的或者是有什么期待的 那我们现在期待的是他们连夜改具备 哈哈哈 我太难了 对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那种 沉浸式的角色扮演的 我我先来一票 比如可能有一些 合适我们的角色 根据我们自己的性格啊 对或特征啊什么来一些设计 像我说这个年龄啊 年龄啊 对啊 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 长辈 长辈啊是吗 哇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胡老师问个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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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当长辈的话 你在最想当在座谁的长辈 我想 我想当 每一位 每一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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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野心了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刚才阿普说那个就是那个个人的那个角色扮演 对角色扮演 特别沉浸的这种我就是觉得特别好 恩琪还是想演戏 演戏会快乐 毕竟是演员嘛 主要之前寻宝的时候 对恩琪老被别人演 哈哈哈哈 我真的是给我个基本我要演演别人 你再试能不能 啥玩意 啥玩意 这擦头 啥玩意 这擦头不能用啊 我刚才所以光明商店印证了一下我的另外一个想法 哎光明商店有人吗 我也有 现在有 现在有人 找到了吗 没有 哈哈哈 他就很希望能够把我演回来 今天已经演了呀 今天已经演过我们了 今天白板今天过瘾吧 还行 我希望能有更过瘾的时候 小和都被猜出来的你没被猜出来 是啊 就我这演技也被猜出来也是一样 哈哈哈哈 憋着大招的 说好了只有这个东西我下次我先投他了 那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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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有石凯会演吗 石凯 好人演的像坏人 哈哈哈 我一直以为凯凯是我的那个同伴 我觉得大家都把他找出来了 哈哈哈我投他吗不投哎呀藏着 然后拿起另外一个 那我觉得还是没有九州会演啊 九州不光演自己还演别人啊 还演火书老师 还把石凯也给演进去啊 哎 啊 哈哈哈 凯凯有什么想玩的吗 我有什么期待的 多赢几次 哥哥们开心就好 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玩游戏 啊 主要是别再烧烤了 哈哈哈 懂了 能点外卖就点外卖吧 咱 要靠羊肉串啊 靠羊肉串 你这手法太鲜熟了我石凯 要烧烤还得是凯哥来 哎呀你可毕业了 他做烧烤非常好吃 这个 今天每次我们这些梦里呢 做烧烤都要开开来烤 啊 哇好好吃啊 太好吃了 不要再让我看见那个烧烤炉子了 那九州呢 我啊 我跟你们玩就行 啊 没没别的 我们前面在先聊些什么呀 哈哈哈 上高度了 我跟你们或悉尼都行 哈哈哈 哈哈哈 挺好的确实 啊 恒久没和九州一起玩游戏了 是啊 怎么样有掌镜吗 掌镜太大了 啊不夸我有掌镜了 有掌镜 确实好 掌镜在哪里啊 是在当白板那块怕他有掌镜是不是 哇哇 换作就开始 两季之前的三四季之前的九州就已经开始 啊 我真不是 我脑子不好 哈哈哈 真的我真的疯了 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你们一定要相信吧 啊 哇 但是现在确实还是能够从逻辑上去想办法证明自己 是的 还是能尝出事呢 是嗯挺好挺好挺好 挺好 而且还有点能带节奏 真的是真的是 我就跟大家一起进步成长就好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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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进步成进步空间还比大家大得多 我就是一张白纸你们来帮我画他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呃也是跟大家在一起就感觉是自己的舒适区 玩什么玩什么都很放松 玩什么都能赢 啊那也那也不是 就是还是想玩一些可能不怎么靠运气了吧 玩纯实力是不是啊 不是不是就是 那我干什么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要和他拜托吗 没有给你留游戏空间是不是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对 你有实力已经高到就是不用游戏了 你真的是远太厉害了 就是呃可以尝试一些新的吗 就是我们之前可能 更多的是在这个推理呀 然后对 希望能有一些啊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角色扮演呀 然后什么阵营对抗再多一些啊 就是更沉浸一些 对对更多沉浸式的小游戏加大游戏一起 你们就想陷进去呗就是 就是 就沉进去了 就是我我更多的在学院玩的游戏 还是寻宝会比较多吧 对吧 然后寻宝的时候呢就是 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很多时候呢 你是就自己玩 对 孤独 然后大家之间呢还是有一些防备在的 对 然后呢交流也不多对吧 那我觉得就经常今天我们这种 反对对抗 就很很有意思 对吧 虽然说我当时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白板队友 但是我知道这个队友在默默的支持我 对吧 也不错 我我先插一句 我最后还投了你 哈哈哈我太沉浸了 不好意思我太沉浸了 我太沉浸了 就是在希望团队对抗的同时 能够选到一些真的靠谱的队友 哈哈哈 那你是那你说一说谁不靠谱呢 就是你队友好像就只有一个啊今天 哈哈哈这样子吗 那我就是这个意思了 哈哈哈 对然后最后补一句就是我也非常期待 又类似角色扮演的 我也想看看自己能演好像 啊 嗯 火叔就是希望能够加入进来一起来 对我就想我多玩会儿游戏对 火叔老师只要玩游戏就喜欢啊 对 我觉得其实我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还挺喜欢和大家一起玩的 嗯 然后呢之前比如说我经常玩的解题 很多时候呢就是和出题者的对抗 其实我觉得就没那么有意思 我觉得就是玩家和玩家之间的这么一个 互动和博弈更能够碰撞出这么一个 更多更精彩的火花 更能够碰撞出大家一些未知的 你想不到的东西 对 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强调 就是来到明镇山学院的每一个朋友们 大家其实在一块玩的时候 第一 就大家能够进入到游戏当中去 在游戏规则之下能够放开了去认真的去玩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游戏的感受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论是寻宝也好 沉浸时体验各种的游戏 大家都愿意去尝试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人很重要 是 就彼此之间就像九周刚刚说的 就是和你们玩就好 对 一起和你们玩就好 上一季有时候回来了 回来了 中间有一段时间大家很久没有块玩游戏了 是 我其实觉得 游戏这个事情 就应该跟自己最熟悉的人 最亲近的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我们在游戏当中 那种博弈和对抗 那种认真的样子 其实互相都不会生气 而且大家会很享受那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种氛围和这种融洽的感觉 是在很多地方都很少见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 明学是我心中的一个wonderland 就是一个 让我在外面走了很多地方之后 最想回到的一个地方 真的很感谢大家 就是我真的觉得 能跟这么一群好朋友 然后 一辈子的玩自己喜欢的游戏 我觉得是件特别幸福的事 朋友不多 存在这桌 其实每次来到这儿我是最开心的 然后也是最没有压力的 来到这儿我觉得就是 聚会 聚会尽兴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这个节目就是从第一季到现在 我觉得真的能让我感觉到友谊的力量 对 因为其实我也是这样 因为我 我来的时候其实 我跟小何也发微信来的 就是说我来这样 其实真的 一丁点没有把这个当成工作 就是就是过来 就是一想到能过来就特别特别开心 然后包括还记得就第三季的时候 久之后还发了一个朋友圈 说来录明学就是在床中的笑醒了这种 是 对对对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这么幼稚的玩意 我好像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 我好像有这个印象 对因为真的感觉这个 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 哈哈 是一个就是真的很特殊的存在 因为可能是 虽然说今天下雨或者怎么着 但是 就是心情还是很好 然后就还是很轻松 然后尤其大家在这里烤着火 就觉得还很幸福 然后就是很舒服 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就是感觉很很温暖很温馨 然后就特别想保护这份特别重要的这个东西 就很开心珍惜 我从第一季到现在 嗯 在这个在这个地方是我在路过 就入行以来 最让我感受到有安全感的地方 因为其他地方真的是 再也不敢多说话 哈哈哈 哈哈哈 很真实 很真实 说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哈哈哈 烫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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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在这里干了什么 你所欲为是怎样 哇 大家已经就是从第一开始刚来的时候到现在 已经非常非常的互相了解了 所以每次来的时候 可能有压力的不是我们 而是对方的这些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们 想让我们怎么样可以玩的更精彩 嗯 其实我当时就很开很害怕 因为其实 嗯 相对于你们来说 我没有那么的聪明和那么的厉害 不会 然后我来了这里之后呢 跟大家相处 我觉得就是才才上车 我就觉得 刚刚之前想的那些东西就烟消云散了 见多了都是顾虑 是 会见到你们那一刻 会把那个之前所有的想的顾虑和什么的全都就没有了 就直接见到你们就没了 家的感觉嘛 嗯 但是你有任何顾虑的时候 你就想最肯定你价值的一些人就在这里坐这 我觉得就是 我们一直说这个我们这节目的观众 学分们一直觉得我们 无论是节目上 节目里面 外面一些展现的一些特质 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 力量 但其实 我觉得我们之间至少 至少对于我来说是 我觉得 彼此之间能够 也能够带给对方正能量的 对的 就是我们可能聚的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每一次见面 一方面是能够让我感受到轻松 就是不会有那种社交的恐惧和压力 好 另一方面也是 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种气质啊 或者说是他的 长处吧 然后每一次相遇我们聚会在这儿 然后结束之后 其实都会觉得自己像是冲了一次电 就是可能在很多地方都能够给我能量 让我能够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觉得我们 大家也都是这样的 这么多继续节目录下来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彼此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每个人可能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发光发热 然后也带给对方正能量 大家一起变得更好 这就是高质量的优异 哇 这就是高质量的发言 来来来来来 我不太聊这些 我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热爱玩游戏的人 是的 我生活当中学院人玩游戏 其实对我来说很难的一个点就是 如何让参与的每个人都愿意很认真的玩 所以说我一直很期待在很期待在学院里面和大家一起玩各种游戏 因为我知道这里的每位玩家在想去赢尊重规则尊重对手 去尽力的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是我最喜欢的 对吧 所以说其实很幸运能够认识各位 其实火树我挺感动的 就是我们吃饭聊天的时候 其实火树是能感觉到他很享受 是的 他很关注你 我很喜欢和大家一起玩 不光是大家都相互了解 而是在尊重对手中 也在努力的想要把这个游戏更精彩的展现给大家 玩出不同的花样是让我感到非常开心的一点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是在于 虽然我们很多游戏也是有胜负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创造的价值是高于这个胜负本身的 是我们在一起齐心协力在完成一件事情 然后创造了很多的价值和有意义的地方 我们其实不需要一个游戏的胜负来定义我们 来认为我们谁厉害谁不厉害 但是其实是我们在完成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 在创造这些事情的当中 我们就已经创造了很大的价值了 所以我觉得就跟大家一起玩游戏 输赢都是赢 能和你一起输是我的荣幸 但凯凯和咱俩是真的容易输 凯凯输还不是你带的 对于我来说来这边的话真的是有种感觉就是比较期待的 因为相较于平时的工作肯定压力会更大 是 但来这边不一样 来这边的话就完全是 其实大家一定要做No.1 但是呢其实你最就是尽兴的过程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最后就算没有拿到这个No.1 你看大家也还是很开心可以围在这边玩 所以我就是对于这个地方就非常的期待 而且有一点就小小的跟大家不一样的就是 因为大家其实是第一季的时候大部分都认识了 嗯然后我是第三季的尾巴过来的 就是我看网上不是有有学分说说我什么丝滑入院是吧 但其实没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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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实没有太丝滑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成年人哈还是会有一定的边界感在的 所以我刚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拘促 就看大家都聊得很熟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干嘛 就那时候还蛮感谢小琪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院经费比较紧张 我们两个人一间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先认识了小琪 我也跟你一间过 哈哈 那是后话吧 哈哈哈哈 他没有提你 哈哈哈哈 你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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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一点成年人的边界感 你要有一点成年人的边界感 你要接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我认识的那个学院里的第一个人的话就是小琪 然后他就很好的 就非常非常热情的迎接我这个新朋友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感谢 包括坐在那边的时候 他就会主动招呼我说 哎小何要么你坐这坐那 所以说从这一刻开始后面慢慢的 我会发现就是大家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觉得都非常的个性鲜明且有趣又好看 哈哈哈哈 夸到心坎上了 到现在我是觉得说自己确实是慢慢越来越打开了 我相信大家也是从第一年到第二年第三年 你们的状态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我因为我之前跟他也也其实有点距离 其实我们在睡过一个房间 但是还是很有距离对不对 那个时候因为就是不是很熟 对的对的 但是就真的是熟的时候就是感受到 凡是内心能感受到的对不对 就像之前大家我们都已经录到很累了 对他我每次唐九州敲我的房门 我都能找唐九州就来了 哎呀因为别人敲是大大 他是 小明明快开门 对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不用不用去考虑他 但是但是但是见面了又很开心 是 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学院始终就是不断的在欢迎新朋友 对 然后时刻也等待着老朋友们随时回来玩 嗯 包括你像我们的迪哥博哥星姐 军伟他们只要有机会我们随时等待着大家回来玩 嗯 因为他就是一个希望让所有人来到这里放松的地方 过去的三年的时间 我们在节目里面收获了很好的游戏体验 但同时这个节目也成为了我们很好的人生体验 对的 嗯 如果说我们我们有幸成为某一些学分也好观众也好 成长道路上的那个参照物的话 那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表现的更好一点点 对告诉他们说嗯 在这个道路上哪怕你在前行过路上曾经出现一些顾虑 但是你一定会结交挚友彼此赋予力量 然后在一起变得更好嗯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作为那个参照物 让更多的人看见一下 让大家开心一下欢笑一下 欢笑之后如果你能够变得更好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幸福 觉得觉得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其实超高于我们节目本身 能够获得的一种意义感 因为我真的很开心的就是比如说每到毕业级也好 或者说到开学级也好 收获到我们的学分他发来的录主通知书 对不对你们肯定会收到对不对 然后拿到了Alpha 然后在人生的重要的节点的时候会告诉你说 包括他们的情感的经历都会和我们分享 对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参照物始终摆在这里 我们也在前行我们一定不会停滞不前 我们也希望你们和我们一起前行 好一种陪伴吧 谢谢 最后我们一起加油打高老样子 好老样子 加油加油加油 今天除了做那个任务之外 还一直没喊过这个口号呢 口号呢 从头到尾没喊过这个口号 来吧 来来来来 来吧 明明你来喊 每次都是你来 可以啊 哎呦 累目了累目了 不要哭不要哭啊 从第一期开始就一起六走啊 三二一 您侦探学院 要做就做 No.1 好 约大家一起打小关键 可以批者献理 是 好 你问一下淘宝他现在是不是在直播 哎呦 他进来了又出去了 他在直播呢 一会给他发个微信呢 九州 九州 九州现在没有回消息 明明 他不会也在直播吧 来问阿普 阿普有没有在直播 没有在直播 真的 再没人接咱一会别搞了 我觉得咱们就散伙 问一下小河下班了没有 人家律师事务所万一在加班 你不好去聊这些事情 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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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齐齐子吗 怎么爹 才上事了 一开口就何律 是 也是不希望 你要这么说我就先挂了吧 最近平平安安的 哈哈哈哈哈哈 在上海呢 在在在在上海打工呢 有没有打算 国庆十一放个假 有没有打算国庆十一放个假 首先这是一个法定节日 其次放假取决一有没有工作 那这个假期有没有计划去哪玩啊 昨天梦里就做梦 就是梦到我好像去长沙玩了 我觉得来长沙是很好的 能见到你吗 你当即什么满 放心 我这边找了导演组包鸡酒 把你拉过来玩 哈哈哈 把我鸡酒把我拉过来了 天底下还有这种好事 就是我们就是这么实在的聚会 然后呢 来长沙马 带你去按脚 我真的吗 我刚想说 就能不能带我去按脚呢 没有 按脚可以安排 但是还可以去搞那个 我是说大家一块去录个营 嗯 真的吗 你们在上海这么阳气的地方 肯定也经常去录营吧 今年去了吗 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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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天看那些人去录营 但是我一直没有就是精神体验过 是的 所以我就是要把 我也想 对 交给你们 对我也这么想的 你们是值得托付的伙伴 是吧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导演组 咱们提供人 是的 我们就是白天出发 下午去玩一玩 吃吃饭 然后聊聊天 然后晚上再吃点东西 到点咱们就撤 好 半天 没问题 怎么样好吧 我七七子一句话 对那你说啥时候 我把我的到期排出来 行行行 那我联系这边就是我们的一同老师们 然后也给你全面全方位的对接一下 然后把这个合同啊 给你过一遍 我把我把合同交给你本人过一遍 然后我再把我的合同给你过一遍 你帮我看一遍 好 好的好的 行那就这样吧 好吧 然后我再去问问其他人 哇 那我可以远程帮点什么忙吗 嗯 转账啊 那我没问 没问题 放心吧啊 那长沙见 嗯 小周 他给我发了个消息来了 诶 能听到吗 喂 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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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心现在在哪里 胡说录节目 跟谁录节目啊 跟善院长 哇 善院长 你下个月在匆忙的行程当中 有没有时间来趟长沙呀 我愿意在百忙之中抽出那么一丝丝时间来跟你们 好 没事 没事 能理解 你们理解不了 你们理解不了的 是我们理解不了 还差那么一点 好呢 开玩笑 开玩笑不忙了 好 那但是你来玩吧 找个地方去录个营 那种拍照录影 拍照式录影 是吧 是 小徐哥要那个反光板 然后灯棒 好 还有什么 你说 一个cody 一个cody OK OK 发案 吃鹿鱼是吧 可以啊 你想吃什么 然后想玩点什么小游戏之类的 你有什么想法 你可以告诉我们 爱信不信 只需要准备一副拍 好的 能玩那么一整天 天不知不觉就黑了 对 商业独角色是不是有点麻烦 你想玩吗 想玩就来 你得准备四十块不同颜色 这就行 我就是当一个一统给你们打个电话 我们几个就是见面嘛 真的不需要太大的震照 一张火炕足矣 那是不是要上火啊 长沙现在还是三十多度的 我就是想趁长沙天气好一点的时候出去玩一玩 大家就既然是聚会吧 就不要太多体力上的消耗 就这么 哎呀真的你说到哥哥的心坎里了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想法非常好 你就是紧紧的把握住了当下整个大环境互联网 就是大家想看什么样的综艺节目 很好 你出师了 慢想综艺 慢想生活那种 行 没问题 一定是特别慢的那种 对不对 特别特别特别慢 行 没问题 挺好 在录制是吧 同步在录制 看到你面露难色 然后面对导演组的神情 是 对 反正这边观众朋友们都看到了 面露难色 导演组不给准备 哎呀 是啊 你只在带一个笔 在相机背后笔差 好棒啊 哈哈 哈哈 好了 OK了啊 拜拜 拜拜 恩奇恩奇 晚恩奇 哈喽 在哪呢 我这么深沉 哈哈 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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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桂林 广西桂林 桂林好啊 桂林山水假天下呀 你拍戏呢是吗 对对对 拍戏呢拍戏呢 有没有我可能会认识的老师 有一个你肯定认识 我还提到你 那个编打 啊哈 因为我们这个是跟配音有关 我们这个剧 编打过来指导我们 编打说你情商超级 哎谢谢行了 后面后面不用聊了 后面不用聊了 后面不用聊 后面后面各种循环播放 我们是打算邀请你们整个剧组 来做 现在我们想的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花半天时间 我们一块去录个营 去录营的话 我飞盘是不是还挺不错的 可以飞盘可以 咱紧跟时尚 你之前有玩吗 飞盘 没有 我我我录节目 我不脚受伤了吗 你最近脚怎么样好一些 就是他就是 反正是生活没影响 但是呢 但是呢就是我不敢太剧烈 但是飞盘我就站 在那站桩输出就好了 对对对 OK好的 拜拜 我问其他人时间去了 拜拜 叉叉见 嗯 明明打过来了 喂 这怎么伞 嗯 嗯 就是喊你来长沙玩 包鸡酒吗 嗯 包 我这边已经找 我这边已经找好的人 来包这个东西 好 玩什么 玩玩小游戏 其实不算玩游戏 我们主要是去露营 那帐篷是怎么搞呀 暂不住 就是我们只算搭一个天幕 哦 得铺好看点吧 铺好看点拍拍照 那种格子的那种 放点鲜花 然后水果一定要好看 没问题 做一点那种寿司 我觉得这点要求没有了 好 好 没问题 可以反光买 可以反光买 行 没问题 记下了 好嘞 出一套大片 OK 拜拜 哪呢 健身呢 跟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凯凯正在健身 大家好 展示一下你的八块腹肌 待会私发给你看 哦 好好好 好的 会员中心付费内容是不是 对 今天练的哪儿 今天有氧加力量 下次带你来练练 行 你把我练肺吧 你 我是想着说10月5号去搞个露营 然后我们要不去搞点买点吃的呀 喝的这些东西 或是你想带什么东西 我们都可以准备准备 好呀 嗯 然后呢咱们买东西呢 也到时候开好发票 然后来回的路费什么都开好发票 嗯 然后 然后那个抬头我到时候发给你 发了阳光的那个 嗯 好 好 好嘞 信号真的差呀 我真的很烂 虽然信号很差 但是你一点都不糊 施改回 真是便宜他们了 有咱们这么好的兄弟偷着乐吧 哎 也是他们 他们真的是好事做多了以后 就会有这种福报吧 哎 能遇到我们 霍书老师 喂 你是不是上前给我打电话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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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我一跳 我刚刚 我刚刚给你以前的那个小号打了两个电话 我说这人怎么不接我电话 那你说明你不记得我叫叶薛敏 不是 我留的 我留的一样的被注明 这不是 一直一直一直没没去路密神 然后怕这么久你已经不认识我了 怎么 跟我请教一下这一集发生的什么 哈哈哈哈 对我是想问一下当时怎么回事 他们那个 啊 你改规则挺厉害呀 哎 哎 那不是 那不是我还干的事吗 哈哈 我们第一天的事 哈哈 我们就想让你来放松一下 因为看你在那个密神也很辛苦 我就找一个好的地方 搭一块天幕 然后吃吃喝喝 玩玩小游戏 玩玩飞盘 啊 啊 这个 那那踢足球的怎么办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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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胡老师 哎呀我半年没见你 现在真的是还是这个样子 过两天啊 过两天长沙见 嗯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哎哎哎 哦 哦啊不过打回来了 喂 喂 哪呢 哦对 你在拍戏是吗 嗯嗯 下个月初 大概五号吧 然后来长沙露营吧 哦 真的吗 我我我我好好意外呀 哈哈哈哈 我真的没有想到竟然会有 哇这个邀请太突然了 没有想到吧 那你 没有想到 你完全想不到 我还会邀请谁吧 哈哈 对根本想不到 你快考考我 让你猜一个两个字的 你猜三二一 两个字的 九州 哦 哇 被你猜中了 哇两个字的名字 这种难的 你还惊喜了吧 哈哈哈哈 就是我现在 我现在就跟那反正导演组在一块呢 然后 刚刚跟他们谈判完 反正呢 整个谈判结果就是基本就失败了 然后想要的东西一点没给 对对对就是想要的东西呢 那我们就别去了吧 我们就别去了 那如果我不去的话 你要不来的话 那我过去找你们去呗 然后看看你们那有没有说好玩的 你招待招待我 哈哈哈 你不是说谈判失败了吗 没有 你们是要谈什么的本来 本来想谈一个 带着咱们来一个什么云南 云南行啊什么 对对对就是 谈判现在处在一个僵持的状态 所以我们还是会到某一个乡村里面去做农货啊 不 暂时还不用 齐思君和导演组打赌了 转发超过200 你的微信上面就会变成三个太阳 那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去露营你有什么想干的事情 然后想吃的东西 想玩的游戏都可以讲一讲 这边反正不一定能满足你 但是希望你讲一下 好 好 那不讲了 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就来吧 拜拜 喂 你再不接电话 我就跟你说 发那个什么醒目留言 你好 请看一下手机 有没有空啊 有没有空来长沙呀 有什么安排吗 我就想想想那个 时值那个国庆小长假嘛 然后邀请涛总来长沙啊做客 因为现在那个北京不是 现在其实晚上不是有点凉了吗 十几度吗 就有点太冷了 但长沙最近这个天气呢 白天三十多度 晚上二十多度 非常舒服 这边去度假 对我刚刚已经打电话聊了一圈了 然后都已经谈定了 就看大家都说就是等涛总 就是涛总就是一OK 他们就都OK 你要提 定下 放下所有的 是 然后那个你有啥想吃的想玩的吗 给你安排安排 我想玩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录音当中的小游戏 对对对 整点整点啥小游戏 都行 你提 你提要求 大游戏 你想玩多大的 看你想玩多大的 万一能大起来呢 然后 打一个密室逃脱 别折腾我 打个麻将 那就是这桌麻将外面还有观众 他们干点别的事情呗 就过年吧 就是他们在小孩那桌就是玩他们的 然后再 然后再再来 再来剩下几个人去打个飞盘 再再再找个人做个饭 起火这一天下午 没问题 那就这么定了 咱们长沙见 OK 拜拜 长沙见 OK 长沙见 拜拜 好 那我们现在人员已定 时间也定下来了 然后呢 形式呢就是露营 但是 这个露营具体这么玩 还是要辛苦各位 对答案组的老师们把我们筹谋一下 拜托各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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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过自己的兴趣 可以写件故事 不会引几句难猜时生停止 在最好的年纪 对错清白的选择题 没有表证答案 拥抱自己 站在舞的中央 期待着可以发光 要成为怎样的人 来发挥想象 与力量 将天唱 别害怕成长 就算跌倒或受伤 有朋友在你身旁 谁都会迷茫 你尸体 以为你在我心上 梦想的天 让你无法想象